身穿深色牛角外套搭配黑色長褲 坐在鋼琴前自彈自唱自身一人羅大佑 可为四年回到台北演出 他要登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南基地开幕演唱会 首位登上北流第五个全新场馆 罗大佑会以小巨蛋的规格来制作 找来十六位乐手编制 展现国乐弦乐与台湾文化完美融合 罗大佑周六演唱之前 今天提前彩排 被问到江慧二姐离爱后康复 10月5号要在国庆晚会台北大巨蛋复出 也回应了来听他怎么说 没有问题可以在歌坛站那么久的人 这是小事情 不容易啦 因为他已经挤多久了 对不对 我觉得在乐坛上能够 立足个四十年五十年 那需要有完全不同于一般人的那种力量 各位 各位 年纪大概五十岁的人不多嘛 但是你能够站在乐坛五十岁 你找几个给我看 所以那个要靠很大的意义 罗大佑说不清楚江慧生病的事情 但相信他未来会更好 付出演唱更是没问题 近期不少歌手都争相要到大巨蛋开演唱会 对此音乐教父罗大佑说 他抗拒在大舞台唱歌 认为在音乐场馆才是最好的 不应该追求流量比观众数多 小的场地更能让观众听到最纯粹的音乐